第一场开工顺利 台中市长卢秀燕和与惠来宾 共同进行动土仪式 祈求功成圆满 在台中市政府自筹3743万的经费下 地方居民多年期盼的活动中心 预计明年底完工 我们订阅一个 早有家的都没有 要开的也没有 我们都要去救我们的资金工 都要去救 大理区的人化 仁德两个里的人口 将近一万八千人 长期缺乏活动中心 现在终于动土要来新建 地方里民都表示非常期待 大理区公所表示 活动中心基地 位于第三公墓人化墓区 新建地上三层楼建筑 一楼设置多工能礼堂 二到三楼设置研习教室等空间 不变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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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有活动 所以 我已经终于建设研习教室 游市场 未来这两百万八千人化墓已经增加了 增加了未来 我相信自由走的环境 运动设施也好都很完整 我们希望这一个公园 除了绿美化之外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整体 规划成一个市民可以活动的 简易的运动公园 市长卢秀燕表示 活动中心完工后 不仅能够提供里民活动的空间 更可以结合 临近人化公园广阔的绿地等室外空间 提供市民友善多元的娱乐场所 凯博中章新闻 陈阳源大理采访报导